各位同學大家早 所以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呢 跟大家介紹了這個氫原子 或者是應該說類氫原子 hydrogen-like atom 它的電子結構 所以我們這裡注意的是電子在原子核 一個單一電子 現在只有一個電子 類氫原子的定義就是 它這個原子只有一個電子 只有一個電子 所以它沒有電子跟電子排斥力的問題 所以它相對簡單很多 我們可以exact的解它 所以這個電子在原子核周圍的行為 一般我們可以用所謂的原子詭譽來解釋它 那這個它的這個time-independent 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跟大家介紹了 大致上是怎麼解的 重點是你可以把它分成一個radial part 還有一個angular part 然後呢 angular part我們已經解過了 就是一個三維空間裡面rigid rotor的問題 它的radial part可以改寫成一個一維的 這個shelding equation 在某一個effective potential 這effective potential跟你的angular part 裡面的angular momentum quantum number有關係 一樣可以被解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解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比較深入的探討 或者深入的看一下 它這些解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會 繼續看electronic structure of hydrogen-like atoms 然後事實上呢 我們會討論一下 當你有這個量子力學早期發展的時候 很重要的就是在原子光譜atomic spectrum 它你照光的時候呢 它可以在這不同的能界之間發生transition 那這個跟量子力學的發展也很有關係 我們討論一下 然後呢 引進所謂arbital的觀念 那這邊是所謂的hydrogen like the orbitals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預計要跟大家上課的內容 所以基本上我們上個 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呢 跟大家討論的這個 氫 hydrogen-like atom 所以我們關心的是現在這個電子 原子核不動的情況之下 這個電子在原子核周圍 它的motion是怎麼樣 那一個系統呢 我們就把它harmintonic寫下來 現在是這個電子的質量 事實上本來是應該它的減縮質量 但是我講過了 直子跟電子的質量差了1836倍 所以呢 它的減縮質量幾乎就是電子的質量 它這個light atom的質量 它的kinetic energy 加上它的這個potential energy 是πH0R分之zb² 這是它的harmintonium 所以我們事實上呢 解了它的harmintonium的 eigenfunctions 它的 eigenfunctions呢 要用三個量子數來這個指定它 你要告訴我三個量子數 我才能夠告訴你說它的 eigenfunctions是什麼 也就是說 回到我們前面講過的一個觀念 一個 eigenfunctions或一個wave function 就是對應到一個quantum state 一個wave function就是一個state 所以它的 eigenstate 必須要用三個量子數來指定它 你給我一個三個量子數 我就指定一個特定的一個state 這電子可以在這些state裡面 所以它是 eigenenergy 那這裡面呢 n是principal quantum number 它可以是1 2 3 這個其實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這是這個 這個對應到周期表的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 L呢 是它的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quantum number 它可以是從0 1 2 一直到n-1 當然假如n-1的時候 它就只能是0啦 這樣子 然後m呢 是magnetic quantum number 有時候我們還會講 把它特別寫它是m sub l 所以我這邊說n-l是特別強調 它是l的m 它可以是從-l -l加1 一直到這個l-1 l 這樣子 然後呢 它的能量 這個energy 這個nlm指定的一個state 但是它energy呢 只跟你的principal quantum number有關係 這個energy 我們有時候會說energy level 的這個式子是負的2倍的4pi h0 的平方 h bar平方 n1 1的四次方 這個乘上n平方分之 z平方 z是這個原子核 the charge 所以記住我們的model是說 我在中間 有一個原子核 它帶了正z 1 the charge 旁邊有一個 電子 然後這個電子呢 在原子核周圍 the motion 就是原子核的charge ok 那它只跟n有關係 所以這個energy呢 only depends n 那你可以去算一下 你假如給我一個n的話呢 我可以有n-1個l 事實上是n 你給我一個n的話 我可以有n-1加1 總共有n個l 然後n個l裡面呢 又有這個2l加1個 這個 不同的m 不同的m 然後你可以稍微去計算一下說 你可以發現說 它會有n-square4的 the degeneracy 所以在n等於1的時候呢 有一個state 在n等於2的時候呢 有四個state n-3的時候呢 會有九個state 那你很容易算出來 事實上n-1就是es而已 n-2 2s還有三個2p n-3的時候 3s 三個3s 一個3s 三個2p 還有五個3d 就九個 一個一個加上去 所以能量上面呢 每一個energy level 事實上 就對應到每一個principal quantum number 會有n-square n-平方個這個fold的degeneracy 這也是要知道的一個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能量的公式 我們常常會去簡化它 特別是這邊其實很清楚的 這是一個常數 這個是常數 這單位是能量 這邊有單位 沒有單位 所以這個常數的單位呢 是能量 是能量 那事實上呢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個簡化的form 是把它寫成負的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放在一起 2n-square的z-square乘上 這邊呢是 4pi A0 我等一下會講A0 1-square 那A0很明顯的 是定義成 這個 這裡有個me 所以是me乘上 這個e-square 1的四次方 這裡剩下平方 1的四次方 然後這裡有個4pi A0 4pi A0 所以你還剩下一個 4pi A0 乘上h-bar 這是平方 這個A0的單位呢 是lens 通常我們點一個名字叫bore radius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說它其實就是一個氫原子 一個氫原子 在es-鬼域的時候 它最可能出現的這個距離原子核的距離 蛤 哪個地方 是平方 sorry 這是平方 當然是平方 對 這邊有四次方 這邊還有平方 剩下平方在這裡 所以它的單位是 長度 它等於是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想成說好像一個氫原子的半徑 一樣 電子 當然是電子分布上的半徑一樣 那 它事實上會叫bore radius 就是對應到bore的電子結構裡面的es-軌域 的那一個軌道 bore是用軌道來看原子的這個 原子的電子結構 所以這個是對應到那裡 所以這個term呢 現在就可以把它想像成說是一個 一個 這是一個coulomb potential的form 4πH20 R 現在R就是A0 所以它就是剛好是bore的那個picture 就是一個電子 假如沿著一個距離A0的軌道 繞著原子核運轉的時候 它造成的能量是多少 所以這個term可以這樣去解釋 所以這個也會繼續把它寫成 所以這個term有時候我們把它有一個定義 這個會定義成EH 在原子 或者說 原子或分子的電子結構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單位 所以這個EH呢 就是這上面的這個定義 4πH0 A0分之E2 這都是常數 你可以把它帶進去 算出來 那它大概是27.6個 Eletron volt 它是一個在原子物 原子或分子物理裡面很常用到的單位 這個叫做一個Hotry 一個Hotry就是27.6個Eletron volt 剛好就是這個常數 剛好就是這個常數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把它寫成是 負的2n square z square乘上EH 就是我們定義了Hotry 好 然後呢 有時候呢 我們在處理原子或分子的這個電子結構的問題的時候 常常用 長度的單位用A0 當單位 能量的單位用EH 來當單位 好 就是用這個A0大概是0.53個 mstrong 用這個來為單位 OK 那這兩個 假如你以這個長度為 單位長度 以這個能量為單位能量的話呢 這個叫做atomic unit 所以你在一些paper啊 一些文獻上 常會看到Hotry啊 這個atomic unit的這些單位 它是這麼來的 好 所以這是它的能量 那我們事實上是畫過了它的能階圖 在這個系統裡面 我假如說 這是能量 這是0的位置 我這個沒有up to scale scale不對 因為正要畫scale的話 太沒有空間 畫不下去 這個是n等於1的時候 你有一組level n等於2的時候 你有另外一組level n等於3的時候 看到3就夠了 有另外一組level 然後呢 上面還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level 然後這是n等於0 這是1等於0 1等於0 那假如1大於0的情況呢 就表示說 這個電子 在這原子核周圍的能量 比他們在無限遠處 無限遠處是能量是0 還要能量還要更高 就還要更不穩定 所以1等於0以上的這些呢 都不是 都是所謂的unbound the state 就是 它其實就是電子 跟你的這個原子核是分開的 沒有關係的 所以他們是被ionized的情況 在原子光譜學上面呢 我們常常用的單位是 weflens 所以我們剛剛這邊事實上是 同樣的能量的 我這邊有個 這個electron volt的單位 在光譜學上 我們喜歡用weflens weflens是一個 它吸收或放射的波長的位置 ok 所以呢 我們會知道說 我發生能階 全z群的時候 我的能量差 會等於 我放射出來的光波或光子 它的頻率乘上 我的pranck常數 那這個是 爛打分支 2pi h bar乘上c 所以這個只是純粹上做一個 我想要做一個單位的換算 那這會等於deltae deltae是什麼呢 我現在假如是從n1的state 跑到n2的state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 負 能量差是負 這地方應該先說 我說n等於n1到n等於n2的話 這個能量差 所以你從n1跑到n2的時候 正能量差在這個地方 那你要把這個能量差考慮進去 所以我把它寫出來 1n2-1n1 ok 我這邊不考慮說 這樣子的話是放射 往上是吸收 所以我們不要去考慮 n1跟n2誰先 誰高誰低 我們就後面的-前面的 就是 這是我的能量差的部分 ok 所以我們假如concele 這個n1到 我這邊這樣寫的話呢 我會說 n2到n1的emission 所以我說這裡是n2到n1這樣好了 因為我要讓n2-n1 所以要考慮n2到n1的emission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公司帶進來 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們想要知道 那我們想要知道它emission的這個波長 是多少 所以你很簡單的做一個 這個lambda會是 2pi h bar 這個我想我們怎麼做比較好 其實我也沒有真正需要用 我先看頻率好了 就是這個部分跟這個部分 所以假如我的頻率 而且這地方是角頻率 角頻率 所以從n2到n1的 我要是照這個來 所以delta1等於這個等於這個 然後我想要看的是角頻率 2pi h bar c 所以是2pi h bar c 爛打分之 角頻率是c乘以上 這是角頻率 不是 也不是角頻率 對不起 這是wave number分之1 是叫波數 叫wave number 所以在光譜上面 我們喜歡用wave length 波長 或者波數 波數就是爛打分之1 所以這個 我要考慮的mu 這個就是爛打分之1 對不對 這是波數 在一定的這個 長度裡面有多少個這個波 那通常的單位呢 是cm-1 在1公分的長度裡面 它有多少個這樣的波 在裡面 所以wave length 通常的單位是nanometer 這個通常的單位是cm-1 在光譜學上 好 所以這個是wave number wave number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 n2到n1的emission的話 它的wave number的差 會是 這個 這個是 en2-en1 所以是 2pi h bar c 所以我把2pi h bar c 除過去 分之delta1 所以會等於 2pi h bar c 分之1 乘上 剛剛的 剛剛的 2倍的4pi h bar c h bar c 平方 h bar c 分之m1 e的4次方 z的平方 這個就是把這個長數抄下來 然後乘上 然後乘上 我的 n2分之-1 這樣 我把符號提到前面來好了 所以是n2分之1 減掉 n1分之1 所以這整個長數 這整個長數 除了z平方的以外 我們把它叫做 r 乘上 乘上 z平方 乘上 n1 平方分之1 減掉 n2 平方分之1 ok 所以這是從 n2到n1的emission的話 從n2到n1的話 因為n2是能量高的 它是比較大的quantan number 所以n2分之1是比較 小的 一個數 n1分之1是個比較大的數 所以這個是正的 這個是正的 這整個是正的 ok 那這個地方我們又多定義了一個長數 叫r 所以 r這個長數呢就是 4pi c的 4pi h0 平方 h4平方 我這個只是找 把那邊再照照一次而已 m1的 1的 4四方 這個叫做 Rideberg constant Rideberg constant Rideberg constant 假如能量的話是-13.6個 eV 假如在 wave number的話呢 它是-10 10 9 6 7 8個 cn5 10 9 6 7 8個 cn5 所以我可以把這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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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單位跟一些定義 我必須要在這邊稍微講一下 因為你在看一些paper 或者說後面你做一些計算的時候 會用到這些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 還 就 就沒什麼 你只要把它定義看清楚 你知道它的單位是什麼 然後它對應到的是 哪一個 這個 物理 就好了 所以 Rideberg constant 事實上對應到的就是 你 這個能量最 你的光 state yes 光 state 的能量 所以它在這邊就是負的 因為它是 往下算負的 -10 9 6 7 Cm-1 這邊用一個Cm 特別用一個Cm-1 是因為在光譜學上 這是一個大家蠻喜歡用的單位 然後呢 你還可以再往上 在N等於2的時候 N等於2的時候 是這一個的四分之一 所以呢 它是 這個我當然不會背起來 N等於2的時候是-27420 這是-27420 Cm-1 我把這個插掉好了 然後再更往上呢 是 N等於3的時候是-12186 所以發生 emission 我們要討論emission 原因是說 早期的原子光譜呢 它就是把你一個原子 把你這個 比如說 輕的氣體 拿去一個高壓的電極裡面 然後通高壓電 然後它在那裡面真空放電 放電的過程中間 它這個會被游離 游離 這個電子跑到很高的冷接的時候呢 它有機會會回到光State裡面來 它就放射出光 你就可以去測量這個光 然後呢 有的時候你還可以用加高熱的情況去做 這個在切裡面是不容易 但是比如說你把一個鈉 你把鹽 鹽拿去一個本身燈裡面燒 你會看到有這個亮黃色 那是鈉原子的原子光譜 放出來的譜線 所以早期的時間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觀測到呢 事實上是從 N等於各個不同的N 回到某一個State的時候 放射出來的光 那這些裡面包含說 你可以從很高很高的高能量 回到 光State 所以這些是 某個N 回到1 所以 N2 在這裡N2就是上面的某個N 這是2到1 3到1 4到1 打打打 一起類推 這個呢 是有個詞的 這叫做 Lieman 的Series 然後呢 它你可以去計算 這個波長 可見光大概是在一萬兩千五百個Wave number 左右 它高出一萬兩千五百很多 這是在 都是在UV的範圍 UV光 的範圍 Unvisible 所以這是從上面很多很多都回到1 這叫Lieman Series 你也可以從高能階的回到N等於2的情況 這事實上是第一個被觀測到的 這個 氫原子光譜的序列 序列 這個是從N到 我比較specific好 我這個說 這是N到 N等於1 N到N等於2 所以從上面回到2的 這個叫Bohmer Bohmer 擦掉好了 這個是Bohmer 然後你看一下 這是一萬多 這是兩萬多 相減 這中間X呢 大概就在一萬多 是可見光的範圍 所以它一直是 從UV 到Visible 的範圍 在可見光的範圍 所以它是最早被發現的 氫原子光譜 你會看到的是一個譜線 就是在某一個特定的頻率 在某一個特定的波數的地方 能量的地方有這個放射出來 一個很窄很窄的譜線 因為這個能量 是well defined 那這個原因其實也是 你在光吸收 吸收光子 然後要牽到其他能接的 這個過程中間 你可以不要想像是一個 majorment的過程 只是你今天major的就是 這個系統的能量 你major 你測量的就是 這個系統的 這個energy 或者說 Hamiltonian 這個operator 光的測量 你剛好就是測 測到 測到 Hamiltonian這個operator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個系統 跑到這些 eigenstate裡面去 所以你看到的是在 eigenstate Hamiltonian的 eigenstate裡面 的transition 還有更上面的 到n等於 2等於3的 這個 從 跟上面下來 這些 那這些呢 是parson series PS 那通常呢 這個是在 visible到 near IR 的過程 OK 所以這邊解釋一下 輕原子光譜 然後我們知道怎麼算 其實你們在譜畫的時候 甚至於高中的時候 應該都知道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不去真的算這些東西 好 這個有問題嗎 這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觀念 就是 對於這個系統 除了我們看到的光譜 以外我們會對他們的 這個 Ionization Ionization energy 有興趣 什麼是Ionization呢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有點相反 或者說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Ionization的過程 就是 我系統可以在 譬如說 一開始是在 Ground state N等於1 Es 的這個state 你加一個 能量很高的光 有時候可以用電子 來做這件事情 你把電子打出來 打到你的 超過你的這個 1等於0的state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上面多的能量 會變成這個電子的 它的動能 然後你在後面 可以加一個這個 像 類似像mess 像那個 直譜儀的裝置 去測量它這個動能 是多少 它速度是多少 所以你藉著這個 電子的photoelectron 你可以 出來的photoelectron 你可以測到說 它的Ionization energy 是多少 然後這裡面其實還蠻多這個系統 這個 現在是原子 比較簡單 甚至於分子的話 你也可以測這個東西 那它的一些性質 所以 氫原子的話 Ionization energy 你要 就要從 某一個N 到 無窮大 的這個transition 那 很簡單 你就是 這個能量呢 Ionization energy 你需要的能量就是 剛剛的Raebergle constant 乘上 z² 這個 是n等於1 的時候 乘上 你的從某個N開始的話 從這個N乒乓 分子1 所以等於是那個能接的能量的富數 那最常 最重要的当然是n等于1的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是ground state 你给我个氢原子 通常是在ground state里面 所以ionized它的ionization energy 就是r乘上z square 跟核的带电数乘平方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些等于这些能阶 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它对应到的一些物理的现象 包含它ionization 包含它吸收光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下 这些氢原子的 electronic wave function 这些性质 所以我刚刚写下来了 你的hamiltonian eigenfunction nlm 我刚刚写下来了这个东西 那事实上呢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礼拜二的时候呢 花很多时间在解释 你的wave function呢 可以写成一个radial pod 它是一个距离 现在是在一个球坐标上面 然后还有一个 special harmonious的 是你的angular part radial part angular part 那我这边列的一些简单的 这个方形 把它方形通通确实的写出来 比如说es鬼域 所以你的radial part 会跟 不只跟你的principal quantum number有关系 跟你的l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l不同的时候 你的effective potential 离心力不一样 转的不一样快 离心力不一样 你effective potential不一样 那effective potential不一样的时候 影响到它radial part 的wave function ok 所以es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把 所以这1就是n s就是表示l等于0 我们现在会在es2s还有这个nlm 这不同的notation之间变来变去 这个es的radial part呢 是两倍的 我超一下 a0分之z的 这个2分之3乘上 exponential的 a0分之2 zr 2s好了 跟它2分之1 所以前面这个事实上是一个nlmation constant nlmation的情况是我们讲过的 它要radial part跟这个angular part分开 normalize它 所以2a0分之zr乘上 在siobe的课本里面其实有 这是从它的课本上面抄出来的 然后2p的话呢 radial part是 2跟号6分之1 上面是a0分之z的 2分之5乘上 乘上 exponential的 a0分之1 这是radial part angular part 就是physical harmonics 所以 y0 0 在l等于m等于0的时候 它是一个常数 表示说 它是在一个 跟sitta跟female的关系 在一个球面上均匀的分布 在一个球面上均匀的分布 假如 y l等于1的时候 会有三个spheco harmonics 第一个是 一个cosin z的函数 我必须要把它全部抄出来 因为我想要稍微解释一下 你怎么去看这些函数 1 2分之1 cosin z 然后呢 y1的正负1 c 事实上是cosin z 乘以exponential的正负 这是8pi分之3的 2分之1的 sine z exponential的正负 i v 这其实在课本上面都有 这是exponential的正负i v 所以 这个是一个 compress 的function 它是一个负数的函数 是一个负数 我们常常喜欢用的呢 是所谓的 时数 的函数 所以我们事实上常常习惯的 这个radio pod 这个 应该说 应该说 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web function 氢原子的这个web function 我们就是从这个的组合 出来 所以 YES 是 RES 乘上 Y00 所以是 某一个常数 这常数我不超了 OK 乘上 exponential的 A0的负z 乘上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吧 RES 这个00 这个2的话呢 这个就有五个 我这边就不写出来了 课本上面事实上是有的 我常数不超出来 然后呢 2S的话呢 是刚刚的R2S 乘上 一样Y00 所以 这个乘上 这个 就是2S 因为RES比较复杂 我不超出来 我们来看2P R2P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有三个不同的Y 这里 因为你现在L等1 你有三个不同的Y 就三个不同的special harmonics 可以凑 这三个事实上都是 能量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随便他们的linear combination 都可以 随便他们的linear combination都可以 但是我们习惯的当然是2P XYZ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2PZ 2PZ呢 事实上就是刚刚的R2P 乘上Y10 的这一个 所以是 这个 乘上 这个 怎么看出它是PZ呢 你可以想象说 Y10的这个函数 它是 跟cosθ 有关系 所以假如你今天在XZ平面上 把它画出来 XZ平面上 我们想要看Y110 然后它正比于 cosθ sθ sθ是什么 sθ是你这个点 跟Z 的夹角 所以它在 Z轴上面 有最大值跟最小值 分别是正1 跟负1 对吧 sθ等于0的时候它是1 它是最大值 你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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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SY平面上的时候 sθ是90度 它是0 它是0 然后再转下去 到 它再转下去变成负的了 然后到sθ等于这个180度的时候是负1 可以看了 可以想象吗 所以你1转到0 然后转到负1 然后负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你就可以说 这一个函数在SY平面上 有一个nodal plane 所以我说 cosθ has nodal 这是xy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cosθ 等于 正1 at 正Z 正Z方向 它是正1 负1 负Z 方向 所以它是一个沿着Z轴方向 的一个函数 乘上前面的这个R以后 乘上前面的R以后 就会是我们平常习惯化的 这样子 的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先在SZ平面上看它 然后我实际上可以画它的contour plot 假如你画contour 它最大的值其实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某一个值 然后它contour会是这个样子 最大的值在这里 然后这样子 这会是它的contour 在XZ平面上 它跟V角没有关系 V角是什么 V角是这个向量跟X的projection跟X的夹角 所以你可以把它 像好像现在本来是贴在这个黑板的板面上 然后你可以把它转一圈 沿着以Z轴为中心转轴 转一圈 它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切出了我们你们习惯上看到的这个PZ的轨道 OK 然后你可以同样的去看2PX 它事实上会是R2P 你直接拿正1或贴1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负数 WaveFunction是个负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情 量力学里面WaveFunction本来就可以是负数 但是负数你要在这边要画出来 要把它对应到我们的时空间里面 你就会出现问题 你不知道怎么去真的去画它 所以我们习惯会把它们做linearcombination 然后做出它们的时数的Function出来 那事实上那个时数的Function就对应到PS跟PY 所以你假如做一个跟到1 2的 这个Y1的正1 加上Y1的负1 OK 正1跟负1刚好是exponential的正负IV 所以加起来你会得到cosV 加起来会得到cosV 然后呢2分之1只是在这里normalize它 2PY呢是刚刚的R2P乘上 应该是根号2I分之 这个根号2对 根号2I分之1 对Y1正1 加上Y1复 所以它呢事实上这个是 我把这个插掉了 所以这是R2P乘上 根号的4Pi分之3的 sine theta cosV 这个是R2P的 根号的4Pi分之3的 sine theta的 sinV 然后用我们刚刚的想法 cosV现在在V角上面 所以你假如现在看 现在看xs 比如说这个必须要在xy平面上面看的话 它是跟x轴 x轴的夹角 所以它是沿着x轴的函数 这是sinV 它是沿着y轴的函数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去想一下 想一下 OK 所以这就对应到ps跟py 可以自己去构想一下说 这个要怎么看出来 所以最后呢 再补充强调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在这些radio part里面呢 都有一个 这个 exponential的像 告诉我们说 你假如今天去把radio part画出来 它事实上是从原子核的中心 我们上次其实画过了这个嘛 比如说你假如画 这个是R 我们画R1s好了 R1s好了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exponential decay 的function 所以它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上次讲说 你要真正考虑到这个原子 这个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的分布的话 你必须要看 P of R 它是R 所以我现在1s的 1s乘上R的square 乘上Rsquare呢 才是 这个是radio radio probability density 我们上次讲过的 这是radio probability density 这个是wave function的radio part 它表示出在空间上某一个 它的square是空间上距离R的某一个点 它的这个probability density 没有错 但是你要考虑 距离R的所有的电子的分布的话 你把它对整个球面 整个球的面积分积起来 多出这个Rsquare 啊 Res的平方 哦 Res的平方 对对对 这平方才是probability probability 所以你要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这是P es 它会变成 这样子 这个function 好 这个是density distribution 我们上次讲过这件事情 然后呢 2s2p 你可以同样去做这个东西 那你事实上可以从这边去推算说 比如说一个原子 氢原子好了 比如说在es的时候 它最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比如说可以算 看说maximum of the p 现在es 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让我很快地把它cover过去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带进来 它基本上是某一个常数 乘上 es呢 是exponential的 a0分之 负zr 平方 所以是这个的两倍 这是res的平方 乘上r的平方 这个是我的P es 前面常数等一下不重要 我们要找它的maximum 就是找这个值 这个位置 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把它对r做微分 然后再取r等于r0的时候 它要等于0 对不对 这熟悉的事情 所以你假如做这件事情之后呢 这个exponential微分很简单 你再把它设成0 你会发现r0呢 会等于这个z分之a0 z分之a0 所以这个最大的出现的位置 就是z分之a0的位置 你假如z等于1就是氢原子的话 它刚好就是a0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bohr radius bohr radius ok 所以 你还有另外一件东西可以算 就是你可以算这个mean distance electro 所以你要对r 做exploitation value 那这个呢 要r从0机到无穷大 dr 然后你的r乘上pES of r 这看得懂吗 因为它是在某个r的时候出现的几率 然后乘上那个r 对所有可能的r做积分 那就是它的exploitation value 就是它的期望值 或者说平均 平均的距离 这一样是个exponential的积分 所以它也蛮简单的 它积出来呢 应该是2分之3个 z分之 a0 2分之3个 z分之a0 请注意它跟 刚刚的这个r0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r是事实上是事实上还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你的 我们刚刚讲的 average r的位置 比它还要外面一点 表示说 你这边有个长长的尾巴 它这个分布不是平均的 这边有个长长尾巴 所以算平均的时候 会比你这最大值 它又再跟过来 所以这些你有的这个way function 你有的这个radi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就允许我们算很多这个电子在这周围它怎么分布 它怎么看的情况 所以这个回去要自己想一下 想一下 然后看你在脑海里面可不可以去picture 把这个你的pspzpy这个图像化 然后d的话就不用想了 看看课本上面的图 然后convince 但是convince你自己 它的确就是这些spiritual harmonics 考虑进去的时候 它的微分 我刚刚忘了提一点 你看2s 2s 它的这个radial part有这个部分 所以它在r等于0 还有 因为它有这个部分 所以它会在某一个r的时候 你很容易可以去算一下 它会等于0 它会等于0 它中间会多出现一个node 你在某一个r的地方出现一个node 表示说 那个距离的时候它都是0 所以表示你在整个球面上面 都是0 所以这个s轨域上面的一个node 会造成一个球的 球面的nodal plane 球面的nodal plane 我们刚刚p轨域 在讲p轨域的时候 这是一个平面的nodal plane 这个是从你的angular part spiritual harmonics来的 spiritual harmonics给出很多平面上怎么切的nodal plane 然后这个是radial part会给出球面的nodal plane 球面的nodal plane 所以原则上 你假如去数看看 我给你一个way function 我会给你 我会画一个图给你 你数看看这个图上面有几个球面的nodal plane 还有几个平面的nodal plane 你都数得出来的话 那我给你的是哪一个function 是哪一个rbital的这个way function 就清清楚楚了 OK 就回去想一下这个 我们下次可能还会有点时间 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件事情 请中考会考到下个礼拜二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氢原子所有的东西 完成任何安全权 完成任何轻而贸易 是 永远 User 如